啊,四条吗?Sashimi没机会了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啊 凯莉敏肯大忙位 拿到了口袋K,做了三败 Sashimi牌也不差,一手一圈 翻牌A50 Sashimi拿到顶对,牌力反超 法塞地中一个底对 凯莉看到A4啊 面对两个对手啊,直接选择了过牌 这一对K挺难玩的 Sashimi反后打一千 凯莉的跟住啊,是基于对Sashimi的了解 他知道Sashimi是有可能不中牌的 转牌红桃6 Check,Sashimi肯定还要打 这两张方片的牌面 凯莉不知道是用什么牌跟下来的 顶对的话完全可以再下注 也可以从比自己差的踢脚上拿价值 4000的坡 Sashimi打出了2500 好,凯莉继续跟了下来 还是觉得Sashimi没牌是吧 盒牌 方片4啊,前门的花面 小顺子面全部被发了出来啊 Sashimi盒牌也是不敢打了 如果不是方片啊 可能还要再被拿一条街的价值 来看这一手牌 Sashimi拿到一手27 先手只是加注到了110 面对三个对手啊 看看这手27有没有机会 翻牌568 这给到27一个非常好的起手牌面了 只有Sashimi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而目前中队的只有Patrick拿到一个底队 Sashimi翻后继续下注300 Patrick跟下来抵抗转牌一张草花2 Sashimi拿到摊牌价值 但是前门的童画面被发了出来 Sashimi也是不敢打了 最终合牌Patrick没位置 你有花吗 Patrick不打 那Sashimi的机会就来了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你倒是先下注啊 打个500试试呗 Sashimi最终吃掉这个底池 还要吃掉每个人额外的100 和盖牌的Patrick的200 接着来看牌 Brian罕见入池啊 大忙卫拿到一手AK 300做到1200 Nate用一手A圈跟了下来啊 在优势位上对抗AK 好翻牌 一个彩虹面 跟俩人也没啥关系 这手牌就看一圈能不能扛得住了 第十三千 一千 Brian打出一千 只打了三分之一 这A圈还是跟得动的 但是A圈要提防对手 会拿到棋手的口的对子 勾勾啊 KK啊 对吧 第十已经四千了 两个人后手也就是比满持多一点啊 Nate要想好啊 这手牌A圈一旦坚持下去啊 很有可能会套持啊 好 Nate继续跟了下来转牌 还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牌 AK第一枪没奏效 那么Nate的位置优势啊 就体现出来了 AK一旦过牌 Nate就有机会实现反杀 不开了 Brian过牌了 Nate Hill要不要 打上一枪呢 第十五千 Nate下注 两千二半尺的下注啊 Brian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跟注的理由了 要么推 要么盖牌了 看Brian怎么选 输或者赢 选哪个 这是选择了胜利吗 Brian只是一个跟注吗 舒和赢他都不选啊 他选看合牌 但是这 这很明显已经套持了呀 合牌一张十 感觉Nate好像 无计可施了呀 Nate心里很清楚啊 如果对手是什么口袋勾啊 口袋圈这种牌啊 自己打出这两千 肯定是无效的 他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希望可以 干掉对手的一手双高张 或者手里的一对酒 是吧 蓝手的A嗨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跟注两千 看牌 最终还是跟了下来 臭马 我只能说短了 两个人再深一点啊 这手牌的结果呀 不好说 接着往下看 Sashimi拿到一对A 先手 只是加注到了200 Fascade八十方片啊 后手280 280 280推出来 而凯利明克拿到一手A圈 做了400 这手A圈注定是入不了池的 这880肯定也是白花了 Sashimi后手16000 500做到2500 哎 这2500好像还真能跟得动啊 但是凯利 他只会相信了Sashimi有牌 那最终抵持不大 Fascade这个Oin实在是太小啊 一手80就想double啊 Triple 对对对 好好好 你说的对 哎呀 好好好 来看结果如何 周一的话发一次 要么就是赢的有机 感情无险 要么就是被Bad Beat翻盘 反正啊 得选一个 来看结果吧 有张十 摩托牌 这还真是个Triple啊 Triple也没用啊 太小了 赢了第十才拿走700多啊 还没Sashimi赢得多 接着来往下看 Fascade拿到一张A 刚刚拿到一个Triple 现在手里累积了1000左右 又推了出来 前面10分钟的急紧 Fascade输的实在是太惨了 这要开启复仇之路了吗 这翻牌一张一次啊 让Fascade继续领先了 凯琳明肯 也没能够拿下他 这样的话 Fascade 把手里的筹码从刚才的 280翻到了现在的2530 加油 Eddie 来接着往下看 Sashimi拿到一手A 勾方片 要不要做300 300做到1100 哦呦 Fascade的复仇之路 口袋10继续推出来 还在寻求一个Double啊 难道想三手牌 从250翻到5000吗 翻牌有张10 不过Sashimi 啊 4条吗 Sashimi没机会了 哦呦 Fascade这个人啊 前面运气那么差呀 这 这叫什么 PG泰来吗 5000 能不能再推一次 好的 朋友们 来看本期视频的 最后一手牌了 Fascade一直到直播结束 也没能推出最后一个O印 终究是回水无源了 那么来看这手牌 Sashimi和凯莉的单挑 翻牌A35 两人同时拿到顶盾啊 转牌一张4 Sashimi顺子拿到了 Sashimi想告诉对手 我有二 凯莉会信吗 凯莉今天晚上在Sashimi身上 还是吃了几回亏的 不过 他仍旧是赢的最多的 那个 凯莉继续跟了下来 合牌黑桃勾 对于 牌面的影响不算太大 一个后门的童画面 Sashimi继续打价值啊 转牌对手的跟注 已经让他确定了对手手里应该是有Ace的 于是Sashimi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选择体 有二 或者是没有二 凯莉今天晚上做出了太多正确的选择啊 凯莉数出了需要跟注的球码 然后看了看Sashimi 他不是一定就想跟注啊 他只是想看看对手的反应啊 职业牌手的素养啊 还有看看Sashimi到底是低着头 还是在盯着自己 最终凯莉还是4掉了自己的顶对 相信了Sashimi并没在投机 好朋友们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今晚的直播到这也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